殘破的房子内电线外露 以色列国防军在加萨地区 打击哈马斯 不过竟然在医院保温箱 搜出了手枪 但是当地最大的事 恐怕还是乙军在加萨 误杀了三名以色列人质 特别是人质都已经举白其了 还是遭到杀害 这起事件持续发酵 以色列总统纳坦雅胡 称这起事件是无法忍受的悲剧 以色列军方表示会误杀人质 是因为哈马斯会穿着便服 伪装成一般民众行动 当时乙军看到手上绑着白衣服的棍子 感受到威胁才开枪 甚至坚持宣称他们是恐怖分子 其中两名人质当场死亡 但是事后终于坦诚犯下错误 但是乙国惹火的事件不止一桩 乙国军人点着打火机焚烧食物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 更发现乙军不止滥杀无辜人质 甚至在加大焚烧食物 洗劫民载还有摧毁平民的财产 又使用种族仇恨语言的影片 画面更在网络上疯传 大陆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也说话了 过去一段时间 在巴以问题的处理上 我们再次看到赤裸裸的松重标准 就在多国希望 以巴冲突可以快点结束的同时 美国竟然还否决了人道停火提案 张军就批评美国是双重标准 口号喊得大声 却隔岸观火 被认为言行不一致 记者陈介余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